三无性是要在哪里说 是讲的相无性 生无性 圣义无性 相无性是约遍迹所值中说的 遍迹所值 所以相 为什么讲相 相不单只是一个事情的呈现 境界如此 相还是什么 我会跟你讲说相 你也可以当成什么 心中所目 所以像相亲 都就用这个相 你心中一定有所相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所值 就会有如是相 心中的面对 心中的面对才会有境界的呈现 所以在相才有相 于相才明白相 所以在梵王经中相相 他是排 两个字排在一起 所以就像无性了 生呢 生就是依他起性嘛 随缘才能够说生嘛 那无缘就根本不生嘛 就好像独阳不生 独阴不生嘛 阴阳才能够起成变化 你依他才会起成种种生嘛 生的初也 你觉得有生 实际上是什么 觉得有生 感受上 过去在这个上面 你被诀 就好像真正有种种生相了 被诀 尽似有 境界的尽 被诀 尽似有 道家 性自无 到了家你就知道这个身都是什么 都是觉体而已嘛 都是觉 所以依他这个种种的身字 你看到 你会明白那个决心 现前吗 生出吗 出现吗 明白 明白了 你根本不度一下 也不度一法 叫做生无性 圣义无性 原诚实 也叫冤诚实上说 那原诚实上说为什么说圣义 这个圣就是圣力的圣 圣力的圣不是圣人的圣 圣义无性 义 义里的义 圣义无性 那在原诚实上你根本明白觉体 所以你不必立圣义 圣义是跟你不见觉体上说圣义的 那是超越一切烦情所思所见 为什么超越 因为你跺在烦情叫当局者迷 但没有一个烦情所思所见 你还给我觉体 所以觉体能限一切烦情的所思所见 但是你拿着烦情的所思所见 想要来思议觉体 绝无是处 绝无可能 就好像大海中水 一切水泡 一切水末都是大海 但是你想要拿一个水末 一个水泡的之间 想要来量大海 绝无是处 因为你水泡那个量 就仅有那个量 你拿仅有的那个思量 想要来思量 大海的思量 那你叫做 癫狂 你叫愚痴而已 非礼境界 这三性三无性都明白时 你就知道在三性之中 你明白三性当前 就是了然超越一切性 那在三无性当下 你就能够体会发现 它就能够建立种种性 那才是真正了知到 了无自信 这四个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